寒假作业扔到了巴黎的厕所 竟然还能被中国人捡回国 这绝对是全网最破防的小孩哥吧 本以为能瞒天过海 谁承想现在全网都知道了 只能说这个叫做秦朗的同学还是太年轻 其因是一位美女博主走在巴黎街头 竟被一个法国人塞了两本寒假作业 并问能不能帮忙找到施主 好心的小姐姐便发布了一条视频 看小姐姐这嘴角比AK都难压的笑容 之前小时候肯定是没少淋雨啊 不要怪我 随后小姐姐顺手翻了一下 才发现这是一个字都没写啊 不仅如此 小姐姐未表心意 还特意买了一根铅笔 要帮秦朗小朋友写作业 可是当我看到小姐姐 连生母和育母都分不清 甚至不会的直接在题目上 画问号的时候 看来秦朗同学 不仅没有把作业丢成功 这一下还得多搭进去两块橡皮 最后小姐姐跨越一万多公里 把寒假作业带回国内 还拍着胸膛表示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虽然秦朗同学还没有找到 但她的老师竟然在评论区开始认领了 真是为你小子捏了把汗 也不知道看到失而复得的寒假作业 咱秦朗还能不能秦朗 只能说秦朗同学还是太年轻 人之前你倒是把名字擦掉 一看就是新手 这世界哪块地方还没有咱中国人 更何况实惊不昧 乐于助人 还是咱刻在骨子里的传统美德呀